中環海斌這九件雕塑 坐落在金融鬧市中 和維港搖搖相對 有女人 亦都有動物 好像氣球般吹脹了 脹步步 這九件雕塑出自哥倫比亞藝術家博特羅之手 正在中國進行巡迴展覽 之前到訪過北京國家博物館和上海中環藝術工 最後一站來到香港鬧市中 這個貌似絲身人面像的雕塑 背後有一對翼 好像要一躍而起 飛向中環的天際線 有特色雕塑 靠近水 一越多雕塑 可以涉及到中環的雕塑 雕塑 成定缺了 不只是在身上的姿态 但也在意识中 你真的感觉到 它是什么 它可以伴你 它是保持你的生活 在你的商品 它是非常有力气的 非常特别特别的 还有这个趴在这里 拿着烟的女人 正在享受烦闹中的阳光 很特别是看这很美丽的女人 用很小的咖啡 只是很小的细节 那些时候你不能观察 你不能复杂 但她在想什么 她在做什么 她在放松 她是我们的生命的一刻 不像博物馆里的艺术品 这九个雕塑外围 全部都没有设为难 负责展览的Alberto说 博特罗的作品 不单只是用眼去看 还要用触觉感受 一种大喜爱 是给人们的 是给予他的艺术性 能够与他的艺术性 感受到什么他所創造的 去登山 不是害怕的 是有些人的 我们要享受 不只用眼睛 但也用手上 能感受到 什么是一个大细节 在这些时候是红色的 现在是很温暖的 在夜晚是冷的 I know that rounded shapes are very well received in Asia because it has a positive meaning so my question is for Fernando is if he is actually inspired by Chinese culture master Botero has the obsession of the volume what means it means that he likes to create the volume both into the sculptures and the paintings and for this reason he emphasized the shapes of the human body of the animals he doesn't think at all about obesity the women is the beauty of the round shapes he represents the normal lif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he doesn't reproduce some emo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subjects because he again he reproduce normal people and normal people when they work when they live when they walk way they are quite neutral 創作這九個雕塑的博特羅被譽為是當今影響力最大的在世藝術家之一 博特羅現年84歲除了雕塑之外亦都有創作不少的畫作 但是風格始終如一主題都是離不開脹瀑布的人和物 博特羅的作品大多數成為世界各地不同展館的藏品又或者被私人收藏 這次來到香港的九件作品是現存僅餘可以公開剪出的雕塑 我們很誇張地給予香港人和香港人和這名的藝術家 這場館給我們了個機會 地板展現實在在公開空空間的空間 自由和可以公開給香港人的藝術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